面包你肯定吃过 烤肉你肯定也吃过 但是面包加烤肉你吃过吗 这是一家越南面包烤肉店 老板两夫妻是福建人 十年前来到越南创业开了这样一家特色烤肉店 烤肉加面包这样的创新风格和独特的美味 让不足30平米的小店经常爆满寿情 在当地也是口碑极好 老板娘将处理好的五花肉均匀地涂抹上密制的酱料 这是五花肉好吃的精髓所在 涂抹后的五花肉会被挂在壁炉里面用骨木炭火进行烘烤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一个小时 但是也不着急 因为现在他们每天都只做限量的 大袋200斤肉卖完就下班了 壁炉取出来后还需要再放入烤箱中烤出表皮起泡香脆 然后取出来切成条状 切成条状后再次放入烤箱中 这个步骤是为了让五花肉的口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真正达到外酥里嫩的口感 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老顾客每天前来光顾的原因之一 接下来老板拿出面包切开一道口 加入一些酸萝卜 然后加入刚刚烤好的五花肉 这一口下去 既有面包的奶香濃郁奶香 也有烤肉的焦脆口感 难怪在当地这么受欢迎 最后再放上一点香菜和黄瓜 这不仅能提升面包的层次感 黄瓜也能更好地化解烤肉中的油脂 法式面包配上中式烤肉会产生什么样的味道 这样一个面包肉夹馍 你觉得卖多少钱合适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另外一旅上看到这个菜股